最近和童年的闺蜜一起溜娃,游上海 朋友和我都是上海80后的妞妞 一起上学,一起逛街,一起吃街边摊 现在我们又一起做了妈妈 上海80后的我们是很特殊的一代人 从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什么都有 从什么都不懂,到现在似乎什么都懂 举些例子吧 以前的我们没有琳琅满目的动画片选择 但却拥有着太多共同的回忆 以前我们没有排队很长的网红店 却有抢着买香苏鸡的战略部署 80后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上一代 谈不上懂育儿 很多育儿理论都是抄袭身边的朋友的 但是我们也快乐地长大了 带着各种阴影,成就了现在 所以今天,我想为80后 我们这一代父母站出来说些话 现在的人们看了不少育儿书 学了不少心理学 感觉就有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了 80后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育儿执行者 常常有人会用鼓励孩子来压你 似乎只要我们凶了孩子 孩子就会留下阴影 而留下阴影这件事似乎可以毁灭你的一生 门心自问,80后的我们是在鼓励下长大的吗? 而如今的我们让大家失望了吗? 也许使我自信过度 感觉80后的我们绝对是在批判下长大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思想是局限的 能够影响他们的环境也相对局限 而日光之下 没有一件事是新的 历史总是变幻莫测地重复着自己 如今我们似乎懂了 更理解孩子的世界了 更关注孩子的心灵了 但也一不小心陷入另一种恐惧 害怕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就强迫自己改变自己 小时候 我们也就是这样强迫自己去迎合父母 而如今 也许强迫也成了习惯 觉得我们应该逼自己 去做世界观中的好妈妈 好爸爸 不要忘了 我们不是在鼓励下长大的孩子 而如今 当你看到一个妈妈 一个爸爸 在打骂孩子的时候 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心疼孩子 然后扔一句 好好说话 鼓励为主 给父母 或者更严厉的 这人不配做父母 不懂育儿 之类的话 我不是在推荐打骂孩子 而是在抵制对心理阴影的恐惧 不去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是我们育儿的最终目标吗 没有心理阴影的孩子 才能成为人生的赢家吗 那为什么 我所看到的人生赢家 都有着各种破碎的经历 宝剑峰从磨砺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 我们不会故意去给孩子制造阴影 但是没有一个父母是完人 我们没有本事给孩子一个没有破碎的人生 你也没有 也许 教他们学会 如何在破碎中成长 如何拥抱人生的破碎 如何迎刃而上 对他们的帮助会更大 很多人觉得指责父母 是对孩子的一种帮助 或者显示了自己有多么懂育儿 过来人 我们的确需要保护孩子不被家暴 如果你真的怀疑有家暴 去指责也无济于事 还不如报警 但如果不是家暴的前提下 当你看到别人的父母 打骂孩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真正需要心灵慰藉的 不是孩子 是妈妈 是爸爸 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 都可能给身边的人带去阴影 因为人心本身就是破碎的 软弱的 也许 我们可以放下仇恨 不对那些 给予我们阴影的人那么苛刻 也许 他们也和我们80后一样 带着各种阴影 走到了现在 选择了去爱 即便爱得支离破碎 但是 我们仍然努力着 指责者表面上正义凛然 但却也是一个不懂鼓励的鼓励推销者罢了 下一次 如果你看到了某个妈妈或爸爸失控了 在心疼孩子的同时 也请努力 试着心疼一下父母 把那句 你要好好说话 鼓励为主 换成 你还好吗 需要时间 谢谢吗 加油哦 我亲爱的80后同僚 我永远都站在你们这边 一起打倒我们最爱的那群人 我可以 我可以补 我娘一补 就有 快 有 走 我可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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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烤了呀 那你三个里面吃过来 三个里面吃 这三个里面吃 好吃吗 嗯 米都吃哦 鸭子都昏了 嗯 因为它温柔 因为它温柔 嗯 也吃了 好吃吗 是的 你每天都把这种来的 你都没有吃了 嗯 就叫你这种吃 是不是 你会有 我没吃了 这种来的 我还没吃了 就算了 好了以为河南闹乡来港岸无论来 可可 种不种 种不种 种就是OK OK就是种 不种就是NO NO就是 不种 种啊 种啊 种出来了 有死高 有你那个阿子推好了 这个推好了 这个推上起来 来再开转 你那个阿子推好了 这什么都是出来的 好了 阿姨这个阿子推不要样 你这边能进 阿姨推阿子 阿姨推阿子了吗 阿姨推阿子了 你那个阿子带他进来 嗯 哦能下日下好了 阿姨的三宝在写语文笔划 下耶 耶耶耶 很 很对吧 这个怎么念呢 这个是什么 well I can't write it well 没关系 你写的不好 以后就会写的好的 你这个是什么 你告诉妈妈 这个是什么笔划 很 对 棒 很 棒 哎呀 这滚 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